所以明年这场大选 事实上是一场动物大战 为什么叫做动物大战 为什么叫做动物大战 各位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你知不知道朱立伦 曾经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他在9月1大选的以后 他说他是一个总教练 扮演总教练的角色 所以这个总统大选 国民党一定挑选一个最强的母鸡 记不记得他讲过这句话 让我想起了侯友宜 在之前讲过一句话 我是属鸡的 我是属鸡的 这侯友宜讲的 真的 侯友宜 我是属鸡的 结果就最强母鸡 不知道这个鸡跟那个鸡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也有媒体去问朱立伦说 周刊说你已经跟侯友宜达成协议 你决定不选总统 全力来征召这个侯友宜 结果朱立伦突然间 一有数指的跟这个记者说 这个周刊也写过很多事情 事后证实都是假的 你讲这句话 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没有打算跟侯友宜 这个强行征召侯友宜 是这个意思吗 各位 所以我说这个是动物大战 那么为什么动物大战呢 侯友宜属鸡嘛 那朱立伦是属牛的 不过有意思是 两个人都是双子座 因为他们的生日都是6月7号同一天 但是侯友宜大的朱立伦4岁 所以事实上侯友宜一直当朱立伦的部署 但可是问题是 其实侯友宜 其实在年纪上面大大 他整整4岁 所以侯友宜这次也没算是吧 等到后拜 今天年纪会大了一点 你在等的话 岁月无情啊 所以光阴事件 到时候侯友宜已经整个月了 对吧 所以他能不能等到2028年 还是个问题了 那除此之外呢 不能只看他们两个嘛 来看看 柯文哲是狮子座的 柯文哲属这个等于说 属猪 那么他跟这个赖清德一样 赖清德是天秤座 也是属猪啦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 我们也不能忘记他 为什么呢 因为郭台铭 郭台铭他也是天秤座 那么他是属老虎的 这蛮合 蛮符合他的个性 他的个性就是 虎虎虎 所以在做什么事情 听说在红海 骂那些高阶主管的时候 毫不留情 所以他是一个 等于说自己本身 很霸气十足 他们真的人对吧 各个都有希望 而且各个都会竞争 不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没有一个会去当 另外别人的护手 没有一个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没有一个 不会说 什么郭柯配 柯郭配 都没关事 也不会有说 猴猪配 郭猴配 谁来配 都没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个人 都像一只公狮子一样 公狮子的领域就是 这块我的 你要另外一个狮子来 我就跟你玩家 就是这样子 把你咬出去 不然我就输了 所以他们每个人 都要当老大 那至于我为什么 没有把赵超康 他们列在那个 因为秦楚其焉 赵魏函 所以赵跟函 已经在战国时代的 霍蛋班了 所以这次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依照赵超康的个性 他会在这次的 国民党的提名里面 一直放炮 一直乱 你先只给你打 好友谊 他第一个打好友谊是什么 如果全民调的话 那党员何必加入国民党呢 国民党的党员 应该要扮演 一定的党员投票 所以三成五成 最近有人放到七成 大家都知道 郭友谊民调高 对不对 可能民调高是立即在 他对国民党 落即落理 对 你像四项公投 唱反调 合适的部分还唱反调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质疑 还有就是侯友谊有个问题 因为在政治场上提拔 他的虽然是朱立伦 可是问题是 他一辈子的前半生 对不对 真正在警戒提拔 他还是民进党的陈水扁 所以才会 侯友谊才会变成全台湾 最年轻的刑事警察局长 跟最年轻的警政署长 哪有阿兵提拔 不可能 他一辈子都不可能 那么快就达到这两个境界 所以再加上他又是 319枪击案的召集人 所以为什么说 有这个深蓝的人说 怀疑说什么蓝比率 我就从这个地方来 那当然 他是现在民调高了 问题是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人头党员 他就没有 没有好多的影响力 不能一下营长6000票 8000票 也没有一个能力 所以一旦用这个党员投票 我说调疑就GG了 就算你民调高也没用 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 那么朱立伦跟这个郭台铭 显然到现在 都没有完全地放弃 没有死心 因为郭台铭本来我们认为说 他好像没有什么意愿的 就是要去拱喉友谊的 可是问题是 听到的消息好像又不是这样 好像下面有在动 下面有在动起来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会怎样 所以等我们过完年 国民这场戏 民众党就这个柯文哲了 然后你说问我柯文哲会不会选 我跟你说 柯文哲为什么不选 柯文哲都说 台湾政治人物成立基金会 就是受不了魔鬼的诱惑 因为他现在第一个 就跳进去当魔鬼诱惑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成立基金会才能募款 募款以后才能够组织 才能动员 那在民进党的部分 毫无悬念 就赖清德了 所以只有国民党的部分 就在过完年了以后 一场网内互打免费的大戏 就即将要上演 而且从现在开始 我跟你讲 那个谁啊 就算侯友谊 侯友谊现在尴尬的是 我到底要不要主动去参选 万一他说 万一朱立伦受不了 赵沙康他们刺激说 你要办初选的办什么 万一要登记 那侯友谊要不要去登记 还是他希望人家强行征召他 你知道吗 那对侯友谊来讲 那么虽然他每个动作都看得出来 从好好的做事 必行好好的做大事 必行好好的爱台湾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跟人的宇宙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侯友谊看起来 是想选这一场 2024年的总统 之前他要选第一届要选市长的时候 那因为他是副市长 要选市长 那阿扁还接受了访问 想说他是我一手栽培大的 其实侯友谊一定很怕 你不要说这个 你不要说这个 不要说这个 要说什么 然后可是阿扁那时候说 他是我栽培长大 他认为说 其实在新北市 绿营要攻成略地 不容易 那可是呢 侯友谊是不希望说 跟这个再沾上边 可是阿扁又故意 把他拿出来讲了 那就你的过去经验里面 这两个标签的伤害性大不大 这两个上面的蓝绿 大概都很 都不大想提 因为你对绿军长 讲319 我是要推翻319吗 因为319 你不能去挤那两颗子弹 那个是自导自演 那对蓝人来讲 就明明你就是对319 不服气啊 可是因为侯友谊 现在是最强母鸡啊 我也不能打自己的最强母鸡啊 可是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好玩 因为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 忽然间会擦枪走火 你有兴趣 过年没了 你去Google一下 侯友谊这三个字 然后就会有侯友谊的个人档案 你在那个个人档案上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找不到319这三个字 真的吗 你是说那个危机那种东西 对对对 我跟你讲 那个319你查侯友谊 我已经找好了 你整个看 他所有的生命事迹警戒 那个这么重大 怎么会不见 没有319 这样你出名牌 过年不是出名牌 没有319 319是在什么地方 你才找到你知道吗 你要找到他 从警生涯里面 找到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三段 但是319是陈隋 那个侯友谊的致命 对对对对 你要找到第三段 还是第四段 才有一个 319 偏幅很小是不是 就只有几个字 一共好像就有七个字 还八个字 你就知道说 319这个事情 连维基百科里面 都几乎消失 我跟你讲 违基百科 因为是可以有人去编辑的 所以你就知道 故意把他篇幅 弄到非常非常小 所以你就知道 319这三个字 对侯友谊来讲 这个已经2月嘛 过年后 没多久就是319了 319那时候 不知道侯友怎么讲 就是讲一下 讲一点小故事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最年轻的刑事警察局 然后319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是用陈毅雄自杀 自杀来定案 可是你知道吗 那时候 陈毅雄是那个枪手 对 可是那个时候 这案子是谁在指挥呢 是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 那个文映昭 那这个案子 后来那时候搞到隔年 2005年 还没有宣布破案 可是陈毅雄这三个字 其实很早就 在媒体就出来了 我一个同事 那个时候在一周刊 郝丽娟 他很早就写了 陈毅雄这三个字 很早 那他事宜亮在那边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 侯友宜 新事警察局长 经常去找吴英昭 找吴英昭干嘛呢 就希望开记者会 宣布破案 拖拖拖拖拖到 2005年的8月 压不住了 必须要宣布了 好 那就要在哪里开会呢 在司法院开记者会 那天那个场景 我又没有忘记 我不晓得 像电视台搞不好 当年都还有那个画面 检察总长 吴英昭开记者会 宣布319要破案 破案记者会 简单致辞结束之后 我们当时的吴总长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们把 这个记者会交给侯局长 然后那个检察总长 吴英昭没有坐到台下 就从旁边 就跑掉了 很怪吧 那就侯友宜就开始上台了 因为前面都有找李昌玉 来做那个 弹道比对 弹道比对 现场模拟啊 他又把那个时候 很多东西都拿出来讲 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呢 后来很快台南地检署嘛 因为将检察还是细署 在台南地检署 都不起诉 故事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侯友宜如果要选总统嘛 假设他是国民党提名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台南地检署 还有就有一个319强机案 陈一雄不是那时候因为用自杀 然后不起诉 然后案子就要截掉 对不对 我们马英九总统 2008年当选之后 就开始重启319的调查 重启319的调查呢 在黄世民当总长的时候呢 有一天又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个记者会呢 就推翻掉陈一雄 认为他不是自杀的 然后案子就正式重启 然后呢 那个时候 黄世民那个时候 还没有跑去这个业会 马英九总统 还没有搞那个限定案 然后就重启 就开始轰轰烈烈 又开始调查 闹了一段新闻啊 可是后来也就没有结果 但是呢 陈一雄这个事情 就不能把他当被告了 因为你整个重启调查 本来那个案子已经在 在那个文英昭时代 就已经结束了 到了黄世民时代 他就重新调查 那为什么说 现在台南还有一个案子 因为后来小英 小英当总统的时候 大家都要废到特征组 所以最高检查署 指示法就修改了 特征组就被拿掉了 他真的拿掉 拿掉之后呢 有一件事情要做 因为他有一些没有办的案子 有十七件 陈一雄跟319枪击案 到底谁是枪手这件事情 不是只那两颗子弹 两颗子弹没有问题 凶手是谁 到底谁开枪的 这件事情 陈一雄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把案子从最高检 又移交给台南地检署 说侯友以路而是总统候选人 会有一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怎么去讲 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是神探 他是警察英雄 他当年办了319 然后认定陈一雄是 枪手 最后那个案子呢 在马英九同学时代 又把他重新调查 案子到底破了没有 就枪手到底是谁 对侯友也会很尴尬 会很尴尬的事情 你可以想想 如果有一些 他是总统候选人 然后他是警察 他是破案英雄 那么大的中华民国 第一次总统枪击案 那个枪手到底是谁 要怎么 我帮侯友以想一下 他会怎么说 好好做事 好好做总统 好好管底安 好不 我们所有一切都好好做事 要有没有答案 没有 所以会很好笑 可是呢 对蓝绿来讲 各自有各自的尴尬 这个 这件事情 我会跟你回答吗 最后几个字 真金不怕火烈 好不好 所以过年啦 我们都讲讲笑话啦 但是他干不尴尬 有点尴尬